不久之前中国首艘航母完成了第十次海事 而最近停靠在大连港口的航母平台舰体上又被描出了16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被外界定义为是航母的弦号 而有关人士指出这个数字更深的意义在于 航母平台的实验基本完成即将正式加入服役 舰体弦号是涂刷在甲板外侧供对方或民众识别的号码 与常见的黑色字体不同航母上的16为白色字 这种字体此前已经在东海舰队试用看上去更有立体感 按照海军舰艇服役的一般规律 当舰艇正式游期上衔号时表示基本测试完成准备进入海军服役 航母平台图上这个衔号引起了军迷的广泛热论 中国海军的军舰衔号编定基本都是以三位阿拉伯数字为主 目前只有衔号81的正和号以及衔号82的仕昌号 用了两位数来编定命名 这两艘舰艇均为训练舰 而航母作为官方定义的训练舰 用两位数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再则我国历来也有选择吉利数字的传统 中国航母平台已经十次出海试航 最后一次是今年的8月27号到30号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燕生8月30号曾经表示 航母平台自去年海事以来 按照既定计划开展了各项科研试验达成了既定目标 就在航母平台进行第十次海事之前 有军民发现 航母平台的甲板上出现了一架舰载机的全尺寸模型 这架飞机的外观与我国目前现役的 歼11重型战斗机十分相似 军民也猜测 这也许就是即将在航母平台上服役的 歼11的改型歼15重型舰载战斗机 此外在国产运7型运输机的基础上设计的预警机 也被军民认为是专为航母所研发的舰载预警机 可能是等得太久 所以中国第一艘航母的任何一点动向 说是万众期待 恐怕是一点都不夸张 现在已经被刷上了悬号之后 中国首艘航母离服役真的值可待了吗 来我们一起听听演播实力军事观察员曹吞的观察 为什么悬号是16 这个悬号是16呢 应该还是遵循我们国家这个悬号规定的一个 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条例 就是一般来说呢 我们之前猜测这个我们国家的第一艘航母平台 它应该是一个试验性质的 我们国家的训练舰一直是两位数的悬号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诗舱号和这个正和号 81号82号 那么我们国家的战斗舰艇呢 像167 168 它就属于三位数的悬号 当然也不排除我们国家将来的国产的航母平台 统一使用这种以一开头 然后两位数的这个悬号的这个编号的新的这个惯例 也有可能 这个意思是它在海军当中的序列是吧 序列的位置 对 悬号是为了识别一个舰艇 它属于一个舰艇的身份证号 这样的东西 那么呢 我认为悬号是多少 其实并不重要 那么我们国家的航母 第一艘航母 会为我们国家带来符合我们国家海军现状的这么一个航母的战法 以及这个战法的摸索过程当中 培养出来的一大批的有经验的指挥员 那么他们才是我们国家真正的超越 价值超越一切先进武器的这么一个最宝贵的材料 就像你说的 它叫16之后以后我们可以不叫它老瓦了 它有了一个亲切的名字 对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叫它16号舰 毕竟瓦兰格它是乌克兰的这个名称 所以说当然老瓦承载的东西有很多 但是从今年开始我们可以把它叫做16号舰 而且16也是一个吉利的数字 接下来就是第一艘航母到底叫什么名字 舰名的问题 舰名之前有人猜测说 16号舰应该把它定名为辽宁 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国家一般来说是大型舰艇 一般以省会或者直辖室的名字来命名 那么一般像驱逐舰这类型的军舰 护卫舰以中型城市来命名 补给舰支我们就以湖泊来命名 那么16号舰入役 它一定是我们国家历史上 吨位最大的一艘舰艇 加上如果它服役的话 很有可能在北方舰队 或者是在大连海军学院 把它称作辽宁号 我认为现在是最有可能 之前你应该听说过 罗将军还说应该把这个第一艘航母 命名为钓鱼岛 你觉得合适吗 钓鱼岛号应该来说是不符合 我们国家这个海军 因为我们国家是有这个海军舰艇的命名条例的 那么它是不符合这个条例的规范的 我认为 当然钓鱼岛 把它命名为钓鱼岛 肯定是承载着我们国家 对于第一艘航母的一些期盼 可以说虽然它是试验舰 但是如果它一旦入役 那么航母的功能它是一样不少 那么航母应该所能带来的威慑力 我认为16号舰也能具备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 这个第一艘航母的最重要的武器舰载机 那么在五六天前 是有网友拍到就是在这个16号舰网国航母平台 进行第十次海事之前 在瓦良格的甲板上 有一架全尺寸的战斗机的模型 那么这个模型呢 它的外形和歼11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苏27 苏30系列的飞机的外形很像 可以基本上推测出来的一点是 这应该就是我们网络上传言当中的 歼15这个舰载重型战斗机 那么如果做一个直观的对比 印度 对 印度的航母刚刚进行了海事 那么俄罗斯为它研制的米格29K 也完成了这个起降的实验 那么我们看米格29K 它是一个轻型战斗机 那么我们国家的歼15 它是重型战斗机 那么重型战斗机 不再一个亮点